土代亚总统表示已打赢第一阶段战役 第一阶段各项措施已经延迟大爆发节点 第二阶段将是爆发放缓和大批轻症自愈 第三阶段会集中收治大批重症确诊病例 第四阶段疫情逐步稳定,一切恢复有序 而目前进入的第二阶段还分成五个小段 家庭收入受疫情影响同比减少超20%的 可以停付紧急状态期间和下一个月的房租 关于电租方面,之前提案有提到过赵班 店长们赶紧跟房东具体商量缓付房租 葡萄牙已有10%的企业快撑不住了 大部分企业需要考虑保薪和紧急贷款 复活节前后飞机停飞,全国封城净出路 同城之内还可以出门买菜和开车上班 紧急状态期间,除直系亲属待在一起的 禁止五人以上聚集和车内同时最多两人 劳工部将全力打击机场违规解雇工人 卫生部将加强监测复活节前反扑人员 金属工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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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